网州亚运城 中国人走向世界 不能靠花拳袖腿 只有掌握核心 才能出手制胜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成为世界民态 好空调 格力造 他们讲啊 这个黄光玉是在牢里的民族英雄 你看这是说 就说陈晓拉了个什么叫贝恩的 那是外国资本吗 这是我们民族企业 这陈晓要干什么 但是后来呢 我看你们经济学者来聊 就是说跟当年好像讲猛牛 还是讲什么企业差不多 说民族主义 说这个民族企业 可是呢 他是在太平洋哪个岛上 这个注册的 然后他的这个资本构成啊 很多 那还能不能说 他是一个民族企业 这个倒是要为黄光玉 说句话 很多人说黄光玉 你本来就是这个外面 主册的 对不对 就不是民族企业 但是他们那个圈子里啊 有一个另外的划分的 你尽管是在太平洋上 不知名的小岛上 注册的 但因为你是 一直生在中国 长在中国 你的国际还在中国 那我们就认为 你是民族的企业家 那像牛根生这样 我们一认为猛牛 还是民族企业 你如果那时候猛牛 真的被奔资本 或者那时候被大摩拿走了 那你就是美国资本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件事 他民族主义啊 其实很莫为奇妙 你刚才讲的啊 就提出一个 现在我们真是外行 需要学习的问题 就是公司究竟是谁的 你比如说啊 我过去一直 我到现在都 一到昨天的 我都以为 我们凤凰卫视 当然是刘长乐的 我们的 我的老板嘛 对吗 你也是这个文化 对啊 我是指 就是我不懂的人啊 很容易把这个事 看成这样 你比如说 我就套嘛 我就假想 比如要哪天 我们老板出事 当然我们老板 不可能出事 就比如说 他想退了 你还是想不想过呢 老板想休息了 老板打下了江山 对吧 老板假如还信任我 别人我都信不过 就问他 交给你了 哎呦 我这个要是感觉 这个知欲知恩呢 我怎么可能背叛他呀 我得把人家的江山 这个凤凰卫视 管理好 对吧 像周总理一样 那就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怎么可能说 不是人家的了 这个就是 所以文涛啊 你这个公共性的问题 我还要教育你 对对对 我就说 就是他现在 这个黄光玉这个事情 我觉得第一 当初其实 贝恩资本进来的时候 很早就进来了 去年就开始谈 谈了很多资金 因为他当时要度过这个节 他必须要引入资金的 到底是引入谁的问题 当初你为什么不提出意见 对 说实在的 你当初是可以提出意见的 你当初没有提出意见 他是有其他的考虑 对 那么现在 现在你也不是大门就堵死了 你觉得这个不好 这个海外资本 你是民族英雄 这个海外资本太糟糕了 你是觉得不好 那现在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你就是 你每次 我相信以后 我们会看到 我们说现在是一出大戏 它是一出连续剧 会很长很长 对对对 不管这次的结果是什么 对 会很长 后面还会有戏 就是你 你如果说这一次啊 就是成小 就是不能获胜的话 那么黄光玉 会去成小化 会搞得很惨烈 如果说这次成小获胜 那就更加基权不明了 那黄光玉更会不会善罢干净 那你看啊 他就会一次一次的 我们说司法救济渠道 他一次一次的提出 我要召开特别董事会 我要这个议案表决 我要那个议案表决 所以你就一听到来 就要飞到 对 你要飞到香港去投票 因为一次一次 你得飞过去投票 因为他告诉你 你比如说成小说 这个被人资本说 我这个20% 这个要蒸发 对不对 黄光玉说 我就不蒸发 我是空股肚 我要提起这个特别的表决 然后大家再去投资票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 其实现在需要他们妥协一下 我问你啊 就是说 这个一个公司啊 跟一个咱们说的资本主义的 这个民主选举的这个国家 有什么不同 应该说在结构上是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一个公司 他有一个董事会 有个股东大会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这个全民的人开会是吧 然后有一个董事会就相当于选出了一个国会 对 然后呢 董事会又任命了这个一个管理层是吧 就是总经理啊 总裁啊之类的 他们就相当于这个行政部门 对 那一个国家是跟这个公司在很大层上 确实是比较接近的 而且韦伯 社会学家 韦伯他也研究 就是这个公司 其实是现代这个这个社会 跟这个现代的国家 他们都共同构成了这个现代社会 最重要的两个制度 可是我觉得你看我作为中国人呢 我都觉得就说 我打下的江山呢 嗯 所以要不说他们为什么说 这个我们中国人 华盛顿了不起呢 对对对 华盛顿为什么说美国国父了不起呢 对 就是真的我打下的江山 然后我退了 那么甚至是在议会的时候 我很少说话 华盛顿克制自己 就是让他们来来投票 你说这个事情 你在中国人来讲 就比如说 我要保持这个 我对这个的控制权吧 嗯 那我要连控制权都没有了 那我不是白了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 我们中国人 就是我有一个看法啊 就是我们中国人 其实这个私有财产的这个观念 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 啊 不是说西方 对对对 因为其实中国人从秦以后 就生活在这个私有财产制度下 而这个西方人呢 如果我们不算罗马时代啊 如果要是从这个中间算起 从这个十世纪开始 就封建制 然后他们有这个严格的私有财产的概念 应该是从十五世纪才开始有的 嗯 那跟我们差一千多年呢 是吧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相信 这个一个人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你去看随便一个农民 他都会有这么一种观念 而很多欧洲人未必有这样的观念 那但是这个私有财产的概念呢 跟现代公司的这个财产的概念 其实是完全不同 对 昨天我们还在说这个 其实黄光玉 你如果说真想控制的话 第一 你首先不该把它变成一个上市的公众公司 对对对 第二不该把它变成股份有限公司 对不对 那么你就能自己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但是你当初选择了这条路 你就应该知道这一块 你比如说 如果说你想掌控的话 那么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也必须承担它的后果 我们说现在你这个 以前咱们的模式是击毁人亡模式 这是昨天冯伦说的 说以前中国的公司很不好 击毁人亡 就是说你只要人不在了 这个公司也就毁掉了 对对对 特别糟糕的 跟鸡有什么关系呢 怎么叫鸡毁人亡 一个叫人亡正希 对人亡正希 就是人亡击毁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呢是人积分离模式 对对 就是你看黄光玉进去之后 这个国美还留着 而且它还在运转 对不对 它让你渡过难关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么一种模式 所以那个像文涛 你刚才所说的这种观念 我是觉得 现在咱们要培养两种观念 一种就是说 对于这个现代公司制度的 这么一种观念 你是必须要培养起来的 还有一种就是说 民主制度的观念 对对 民主制度观念 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想啊 咱们现在投票 他都让你投票了 你去选 那么投票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就应该服从 对对对 那么这个社会成本就最小了 对对 你投票结果出来了 你也不服从 对 那这个还有什么意思 而且我觉得很多 是非观念不强 你说现在很多人 同情黄光玉啊 那我我觉得是啊 黄光玉确实 他一手建立商业帝国 很不容易 他有这种草莽英雄气概 我们应该说 他这种气概是不错的 但是你回过头来说 他当初做的那个 他当初内幕交易的时候 你这个监管层干嘛去了 你这个普通投资者 你的权力被侵犯 你干嘛去了 那时候你的正义感在哪呢 对 你说这儿 我也就发现还有一点呢 我们现在这个法律啊 好像老百姓啊 也觉得他没太大尊严 这广告之后 广告之后 我再跟你说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有一个舞台 只和最亲最爱的人分享 在这里 妈妈是真正的Superstar 爱的舞台永不落幕 有家有爱有欧派 成功的巅峰 荡漾生活的清风 你的国度 你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你看为什么 我们这个很多不懂的人啊 我们就站在黄光玉的一边 这是反映我们一种朴实的 心里边有一种观念 而且还有一点呢 我就发现有人较真 就黄光玉他是犯罪的 他判刑 而且是不清 十四年 你这就可见呢 这个社会啊 信息严重不对称 不对等 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懂的 比如说经济 这个太复杂了 但是呢 我们是看戏 因为我后来 我发现一个 我为什么会说法律 有些时候也在我们心里 没有什么尊严 为什么呢 同情黄光玉 但是没几个人会觉得 黄光玉判的这个形势 个真的什么 他这个道义形象啊 或者你因为我们呢 模模糊糊的觉得 这个经济的事情啊 谁知道他是背后是怎么回事 黄光玉可能发财发的太大了吧 就得把他拿下了 是吧 谁也没觉得他是不是真有错 因为我们甚至认为 每个有钱人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对吧 都不干净 这里其实有两个观念 同时存在 一个是说 每个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 另一个是 这每个有钱人都太厉害了 没错 这两个 两个关键是同时存在 所以你说 他黄光玉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大家就说 背后不知道是谁搞谁的 不知道有什么 黄光玉其实犯罪 这个这样一个犯罪的话 其实对公司 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对 但是人们仍然觉得 哇 这就说明这个黄光玉牛啊 牛很厉害 能够走通各种 打通各种关系 没错 我想行贿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找谁去 没错 所以大家担心的是说 黄光玉 上次跟朋友在说 黄光玉在狱中 如果反省的话 他反省一个结果就是说 哎呀 我以前公司自理结构不对 这就是上上大级了 对不对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以前行贿的人 没搞对啊 哪天我跟你讲 我就说咱这个 这个北京人这个瞎聊天的 那天就说 我们吃饭 旁边一桌 几个北京市民 点了解 黄光玉 你听他们说什么 说啊 我说黄光玉在牢里 能控制他这个公司 能控制14年呢 说啊 你说监狱啊 最喜欢抓有钱人进去 我是说 说他们聊 他为什么呢 说有钱人他有钱呢 他黄光玉在牢里 他有豪华办公室啊 这个监狱最高兴了 你把钱全拿来 我们给你弄传真机啊 电脑啊 就完全 还帮他们炒股 这是真的 不是和说黄光玉 哎 我觉得这个想象 这个确实 我觉得也反映了 这个社会 一个是非观念 确实是太淡薄了 在一个确实 这个法律 也没有太 太大的尊严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 想的不是